点滴记录中国法治庆堂 丈夫不离不弃 用歌声唤醒妻子 十一年的时间 证明了爱的力量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歌声唤醒植物人 各位好 现在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 十一年前 在山东有一对夫妻喜结连离 婚后的生活特别的幸福美满 但是一次意外 突然导致妻子成了植物人 可是丈夫不离不弃 用了几年的时间 坚守在妻子的身边 最终用自己的歌声 把妻子唤醒 前不久我们的记者来到山东 找到了这对夫妻 2011年春节前夕 记者赶到了山东省辽城市 林青县江油房村 敲开了这对夫妻家的门 你好 请问有人吗 没有 哪位 你好 我们是那边电台的 然后 您欢迎妻子的事 我们也是过来的聊天一下 谢谢你们 请进吧 快点 只能买了点水果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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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都是你们家是吗 都是我家 对 都是我 还挺进 快点 这房子是盖的吗 今年盖的 今年三月份盖起来的 这是您的妻子 这是我二人 这能坐起来了是吗 都已经坐起来了 你能听懂我说话呀 他也能和人交流 正好沟通都可以 都没问题 这个看上去并不高大的山东汉子 就是我们今天故事中的男主角 张玉华 他今年三十八岁 而这个在搀扶下 已经可以站起来 并且进行简单交流的 就是我们故事中的女主角 张玉华的妻子 宋庆焕 他今年三十六岁 这么多照片 照片 照片一个照片 他都是我站着搂着他找的 那真恢复的真的不错 真的 你看到以后才知道 就是一般人都不相信 他们就觉得是在 手也能 手也能 能动 你看 你看 伸开 转圈 完全就能动了 对 伸开 摸自己的脸 你看 都可以 他眼睛都能看见 眼睛能看到 看到大颜色 大颜色 又过来看了 就看到我心 张玉华说 妻子现在虽然不能完全像正常人那样活动 但是和当初卧床相比 已经好的不值得有多少倍了 那么 十一年前 张玉华的妻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 导致她成了植物人呢 事情还要从一九九九年的夏天说起 张玉华说 有一天 妻子身体不太舒服 她就陪着去了家附近的小诊所书业 随后 她就去上班了 书第一篇的时候没事 我就去上班了 张玉华当时在山东省辽城市的一家酒店里工作 负责主持和唱歌 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 而事发时她清楚的记得那天她唱的都是邓丽君的歌 那天也特别怪 我当时那一天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那种像邓丽君的歌曲 所有的爱情歌曲 我基本上全部都唱了 就感觉好像要有事发生的那种 就悲伤的情歌了 或者爱情的歌曲了 就是以前也没有背过 也没有跟过那个袋子 就能唱下来 当我唱的正唱的那种 就特别忘我的时候 我妻子的朋友就去喊我去了 就快点把她的小声出事了 张玉华赶紧猛针所跑 可是赶到的时候 妻子已经不省人事了 我就记得120给她打那种 叫什么强行针 就是那种打了好几针还没过来 我们就推到专医院去了 推到专医院 医生说 纪紧是吗 纪紧是 医生说已经没有救的那种必要了 人已经不行了 但是张玉华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让医院全力抢救 我都跪下求那种太夫 我说帮我救救他 因为说太年轻了 难道了吗 就说再救救吧 推到那个SU病房去了 推进去 就是当时已经 我记得是住了七天还是八天 每天就推出那人来 都是死的 那个房推出了一个 我就怕没 我当时就在那个门口看着 我就怕是推出来是我的妻子 煎熬的等待之后 第七天 妻子终于被抢救过来了 整个人的脑子 眼 嘴都是那种歪的斜的那种 不能动了 嘴里涂抹 但是有气 有气 医生说需要做高痒痒 需要继续治疗 不是抢救了 就是维持她的生命 虽然妻子的命算是保住了 但是除了可以自主呼吸之外 完全没有意识 而医生当时也告诉张玉华 妻子这种状况 最多也就维持半年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给张玉华有生以来 最沉重的打击 过一天算一天 当时就是那种 没想那么多 就想她能活一天 我照顾她一天 输液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呢 原来妻子在小诊所输液时 诊所给她输的是 鱼青草注射液 当时很多人都因为输这种药物 屡屡致残致病 于是张玉华将诊所告上了法院 要求诊所承担责任 并做出赔偿 她就说她没决认 她那法院的门我都跑 可以说我的鞋都跑坏了好几双 官司迟迟没有结果 拿不到赔偿的张玉华 生活陷入了困境 成为了职务人的妻子 需要人全天的照顾 而那个时候 他们的儿子出生才刚四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 张玉华迫不得已将工作辞掉了 整天待在家照顾娘俩 但这样一来 她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 最后没办法 张玉华只好把当时他们结婚的戒指 都拿出去当了 我可以说把我们疗程当时展的东西都卖了吧 因为当时那种费用太高了 对还只有一天就得好 好几天 就折不起 根本折不起 当时我都回家 回家贵门了 贵门就是找我的 跟我姐姐们借 每个人结果一百二百 当时都知道我其实这个病是个无底洞 张玉华说 那个时候 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家 她都跑遍了 借来的钱也很快就花光了 到最后 因为欠费 不得已从医院搬回了家 冷吗 冷 冷是吧 快餐饮 冷了 好了 餐饮 走梦了没有 没有 啊 没错了 再坐 进 来 如今张玉华的妻子已经苏醒了 可是由于腿脚还不能完全走路 每次都要张玉华抱着才能移动 张玉华说 现在他们住的房子是后来残联和好心人捐助帮忙盖起来的 冷的时候还可以用电暖风取暖 而原来的老房子已经拆了 当年的老房子四处漏风 摇摇欲坠 冷的时候睡觉连被子都不够盖 但当时张玉华为了一个想法就是让妻子活下去 说起两个人相识相恋 张玉华说 当初她和妻子是因为工作认识的 她在酒店负责唱歌 妻子是酒店的会计 而当时他们要结婚时 双方家里都不赞成 两个人是顶着压力走到一起的 当时双方都不同意老人 因为什么 因为太远了 一百多里地 他父母也不同意 我父母也不同意 我们两个就顶着很大的压力 我妻子就说 那咱们两个自然就是 我们两个就觉得我们俩该结婚了 当时也没房子 也没有东西 我们两个就把我们的工资攒在一起 双方父母都没给我们一点东西 我记得我妻子跟我起那个结婚证 我们两个跑到她的家里 趁她父亲不在家的时候 把那个身份证和户户本偷出来的 我们两个取的结婚证 正是因为两人走到一起不容易 所以他们也倍加珍惜这份感情 为此张玉华要妻子 风风光光的过门 我妻子是第一个穿着婚纱 走到我这个家里的 在我们农村 我当时穿的那种新郎西服 一千四一个一套的衣服 我们聊春的那个朋友吧 领导跟我们派了六辆车过来 就是觉得当时在我们农村 应该是属于第一个了 觉得特别幸福吧 可谁能想到 这种幸福才刚刚开始 灾难就降临在他们头上 眼前的妻子 虽然还要她一点一点的胃 但是和她没有醒来之前相比 已经好的不只有多少胃了 张玉华说 当时妻子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吃东西喝水都要她一口一口 用嘴来喂 她变成植物人了 她的排泄系统 没有 她半月一个月没有一次大便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她又憋得好 我就用手给她抠 四合拉撒 都是她 每天你还包括给她刷牙 干什么 都是她 一晃半年过去 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妻子 虽然没能醒过来 但是并没离开张玉华 这也让妻子的娘家人喜出望外 但是她没有她们的担心 时间长了 也不行 古人以前老辈子说 那么 酒病无效自来 娘家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家里的心气过得都不很富裕 如果张玉华不照顾妻子 那么这个担子谁来挑呢 但是张玉华的实际行动 让娘家人的担心越来越少 我们有很多想不到的 她都想到了 像这个吃饭 像姐夫先到她嘴里尝尝热还是凉 姐姐能吃不能吃 一个贪婚的人到现在 还这个身体虽然有病 这个还那么胖 有点胖 这是属于姐姐夫味道 娘家人的担心少了 可是张玉华的父亲 却有意见了 张玉华说 那段时间家里没吃没喝 是她的母亲经常接激她 可是 父亲母亲还要靠其他兄弟供养 时间久了 难免也会有意见 我父亲为什么不给我吃的 他当时就特别恨我 就是这么好的条件 再继续照顾我下去 他 就是毁了我一生了 张玉华说 妻子生病之前 他在辽城市里唱歌 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一个月能轻松赚三四千元 在当地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家里人觉得 有着大好虔诚的张玉华 如果为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人死守着 真是太不值了 这就是说 还是我们两个感情好吧 但是 张玉华并没有放弃 妻子治病要钱 儿子吃奶粉要钱 自己活下去也需要钱 为了生活 张玉华不能不工作 于是 他又去城里各大餐厅 酒吧 打工唱歌挣钱 但是 城里离家有一百多里地 而且忙起来的时候 赶不回来照着妻子 又有孩子 没办法 张玉华又一次放弃了工作 可是 考亲戚朋友接济的日子 越来越难了 有时候我们一天就吃一顿饭 喂妻子嘛 就喂她 生活的艰辛 让张玉华身心俱疲 于是 他做出了自杀的决定 而这次自杀 让他的生活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歌声唤醒植物人 今日说法 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华女子学院李明顺教授 李教授您好 其实以前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节目 但是情况跟这个相反 那就是当伴侣一方 你还别说是植物人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残疾或者什么的 另外一方就待不住了 背叛婚姻的 甚至有的时候卷款自己跑了 一声不响就再也不见不着人了的 这种情况都有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张玉华的这种举动 您怎么解读 那么他不仅完全履行了我们法律上的夫妻之间的这种义务 而且做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这样一种照顾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互相尊重 那么给我们做了非常这种 怎么说呢 一个升华 如果说真的有人在这种关头上顶不住了 就真的比如说我要求离婚了 这种行为又怎么看待 那么这个时候他提出离婚 应该说从法律上无可厚非 这也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讲的是 那么在法律上无可厚非 并不意味着那么在道德上我们去提倡 因为我们法律给夫妻之间也好 父母子女之间也好 他所规定的这种权利义务是一个最低的要求 是一个最低的 是你不得不这样的一个要求 而不是说你做到了就可以了 但是张玉华这么多年过来确实也不容易 就在我们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记者在最艰难的时候 他甚至想到过自杀 我觉得也过不下去了 这个房子也漏了 也塌了 我就拿起那个药水瓶 当时家里有那个滴滴味 拿起来以后我就想 我说三年多了 我说快三年了 你也醒不过来 我说那我就我们两个一块走吧 可是这种不理智的举动 竟然让妻子有了反应 我就看到妻子那种 也许是我的幻觉 皮子的那个眼睛能动 他的意思就好像在听着我 听着我在说那种事情 他有感觉不动不动 妻子的眼睛竟然动了 这第一次的反应让张玉华找回了希望 后来我一念之差就想过来了 我说我孩子活下去 因为还有个孩子 我说我其实还有一口气 在后来 我记得那天我就特别的悲伤 就给记得唱歌 没有爱情甜如蜜 没有爱情甜如蜜 天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带燃你的气息 天生几何 能够得到知己 拾起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我就想 其实既然喜欢我的歌声 跟我在一起 我就想 我就想用唱歌来陪着他们当时 反正夏天的时候 唱着唱着歌的时候 某一天晚上 他就那个眼角流着滴一滴眼泪 流到我的这个肩上了 我当天是晚上 对 我从这个屋里跳进来 我就穿了一个裤头 就跑到我这个房间 跟我母亲说 我就喊娘 或者娘小时候流眼泪了 妻子的一滴眼泪 让张玉华激动不已 紧接着 好事接二连三 当初和小诊所的官司 终于有了最终的判决 张玉华夫妇破赔三万元 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改观 至少可以吃饱肚子 而在妻子昏迷的第四个年头 张玉华又迎来了新的希望 能睁眼睛 但是不能说话 不能就是没有 就是意识有了 但是还不会说话 而是哇哇咋哭 当时我没有听到 我就在房间 就在这里种那个花 种花摆花 我就好像是听到屋里有人在喊我 就是自自无问那种喊 等我跑过去以后 一开始我儿子上头下线 我愣过神了以后 我说我妻子是不是在动啊 是不是在喊我 我就回过神 我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在喊我了 他就那种意思 砸了眼睛 他当时喊老公老公的 哎呦 当时我没在意 因为孩子的生病 妻子着急喊张玉华救孩子 而发出了支支吾吾的声音 此后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妻子沉睡了四年之后 终于醒了过来 走梦了没有 没有 啊 没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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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昏迷前 他们的儿子才四个月大 他这一睡就是四年 醒来的时候 儿子已经四岁了 记者这次采访的时候 见到了如今已经长大的孩子 你今天多大了 十岁 十岁 上小学几年纪了 三年纪 学期成绩怎么样啊 不 不太好啊 啊 那为什么不好呢 我愿意 平时有没有人管你学习啊 有 谁管啊 老师 那你爸妈呢 不管 管我妈妈了 什么 管我妈妈了 你爸光管你妈了是吧 感受过妈妈抱你啊 和什么的吗 没有 那现在妈妈能抱你了吧 也不能 妻子沉睡了四年 好不容易醒过来 又渐渐能够发出声音 表达心声 这让张玉花喜出望外 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妻子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要和她离婚 你为什么要和她离婚 因为她才累 不过 没有说我抢了老公的 她也不抢我 我捞了 捞一半了 好了 行了 我做声音 我知道她是爱我 她怕我抛弃她 你知道吗 她真的心里 她是在考验我 我知道她是在考验我 她考了 我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你植物人情况下 我没有放弃 我没吃没喝 都能坚持过来了 你现在都知道了 我说不可能放弃了 我说我就 张玉花说 这些年 她也累过 烦过 也会和妻子发脾气 但是 这些 有时也是出于爱 绝对 不可说不烦 那是假的 也不是 都不是玩人 都不是圣人 烦 我有时候跟我妻子也吵架 但是我们两个吵架 我只是激怒她哭 她哭了以后 对她身体也好 那么多年 你妻子昏迷的那四年多里边 你每天还这样给她 对 因为一年都熟透 咋搞的咋地的 让 咋摸的 咋搞的 那时候六姓的那个 咋小饼 一个通常我给她咋烙着 淹死的 屋檐柳 算得能透极儿 妻子苏醒之后 身体越来越好了 她要来 吃下 对 皮特 我给她洗脚 用砍水 哼着哼着 我也激着了 我在衣护睡倒下 我把她的脚 拿过来 就内闹睡了 她骨头就抬起来了 那是一种直觉 我得知道她会动了 对对对 这个洗脚 伤下来了 躺她的吹伤下来了 这样一话说 之后 妻子的手也能恢复的 能活动 慢慢的 对 一开始不可能 我讲胎 她胎不起来 她为什么整个狗们会胎 就是吃东西 拿着这个手 拿东西 现在抓荒 抓到红了 被藏出来的狗 完全没问题 再往后 妻子的意识 越来越清醒 逐步恢复到了 现在的状态 谢谢 谢谢 她就没有了 她就 就在妻子逐渐恢复的时候 张玉华得知 之前造成妻子 输液瘫痪的那种 鱼腥草注射液 因为频频出现 治残治病状况 被国家禁止使用了 这一年 是2006年 距离妻子出世那年 已经七年过去了 张玉华用歌声 唤醒植物人妻子的事 不禁而走 很多好心人 纷纷捐助 我们当地 我们当地是 残联知道 我们这个事情 国家有一个规定 叫残联微房改造 给我们补助了 一万块钱 是我们当地的老板 捐的钱 盖的这个房子 今年盖的 这是2010年 盖的 就今年盖的 张玉华 唤醒妻子的故事 感动了很多人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却是一对 平凡的NF机 记者采访时 听到最多的 则是他们 异通的歌声 把你的情 激在心灵 直到永远 慢慢长路 拥有着 不变的心 在风起的时候 让你感受 什么事是暖 一生之中最难 有一个只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 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 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在不再来 天死不再 说什么 今天这个故事 让我们看完以后 非常感动 也让我们想起了 现在在很多婚礼上 这个主持人都会问 新人这样一句话 无论对方是贫穷 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你都愿意跟随他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吗 我们听到新人的回答 都是是 这不仅期待的是 这真正能够成为 婚姻和爱情的一种承诺 感谢您关注本期 新日做法 感谢您的 老师参加你们的节目 谢谢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中央频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新日说法 再见